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后翼射箭 夏王让后翼对着一块大小一平方尺 靶心直径只有一寸的剑靶射箭 并告诉他说 你来射这个靶心 射中了就赏你万斤 射不中就剥夺你的千里之意 后翼的面色红一阵白一阵 变化不定 呼吸十分急促 就这样他拉开弓瞄准了靶心 第一剑没中 第二剑又没中 夏王问宝复迷人道 后翼这个人平常射箭百发百中 可是这次给他定了一个赏罚条件 就射不中了 这是为什么呢 宝复迷人回答说 想后翼这种情况 使患德患失情绪成了他的灾害 万斤后赏成了他的祸患 如果人们能够无所喜剧 把后赏重罚完全置之度外 那么普天下的人 个个都能成为善舍的能手 而不疏于后裔 射箭和做其他事情一样 如果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 患德患失 精力分散 必然会影响正常水平的发挥 事情就会很难做成功